打开新视野思路全接处 观众朋友们大家周末好 这里是陕西卫视每周日为您准时放送的思路新视野 欢迎各位的收看 思路上正在发生的就是我们正在关注的 首先让我们走进今天的思路全早聊 美国旧金山近日举办了一场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否会改变世界的主题论坛 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席乐研究所 美国退伍军人团体 以及俄罗斯驻旧金山领事馆等代表出席 共同探讨一带一路在全球取得的成就 以及给世界带来的改变 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发起以来 一带一路建设进展顺利成果丰硕 两年一度的莫斯科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 本周在俄罗斯莫斯科郊外的 如科夫斯基市拉开帷幕 包括新型无人机 数据通讯低轨卫星 固体运载火箭等高科技展品 成为本次航展的亮点 本次航展吸引了来自26个国家和地区的 790多家航空航天企业参展 其中中国航空航天企业也在此航展中 其中展示百余项研发成果和设计方案 包括西非集团研制的新洲700也亮相航展 7月10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冒着高温 考察了陕西自贸区杨陵片区 对微信办执照建设项目一窗受理等 立起辩民改革举措 给予了充分肯定 并勉励要把自贸区打造成改革开放的制度高地 那么陕西自贸区杨陵片区 运行以来都取得了哪些成绩呢 他又有哪些亮点呢 李克强总理7月10号在陕西自贸区杨陵片区时 得知几位创业者用手机应用 把农业科技送下乡 把农产品送进城 他现场鼓励农业创客 为农业插上翅膀 飞向全国走向世界 同时让李克强总理称赞不已的 还有一个二维码 因为他是减政放权 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最直接体现 在陕西自贸饰演区杨陵片区综合服务大厅 李克强总理听说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上传身份证和照片 就能远程办理营业执照 他为这项改革让群众不跑腿就能办事而点赞 今年4月1号 陕西自贸饰演区接牌 7月10号 陕西自贸饰演区正好挂牌 整整满100天 而总理这次考察 正是对陕西自贸饰演区杨陵片区运行 最好的一次检验 现在 杨陵自贸验区综合服务大厅 在七正合一八项连伴的基础上 将涉及农林的45项审批事项纳入 实现全程电子化 通过微信远程操作 最快半小时可以完成注册登记 截至7月14号 陕西自贸饰演区杨陵片区 新增注册企业214家 注册资本19.74亿元 杨陵制度创新 主要是围绕农林特色 三个多月来 我们初步提出了一个 18项的一个制度创新清单 这里面也有复制类的 但是主要是我们创新的倾向 比如说我们在海外国际合作中 提出了一个3加1合作平台 就是说在杨陵建设 国际农业科技商务平台 引进国外涉龙的机构 政府单位等代表入住 我们首先是推动杨陵的 综合保税区和海关检验检验科案等这方面的建设 目前这些工作已经实质性启动 杨陵示范区素有中国的农业硅谷之称 区内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更是将产学沿用紧密结合 坚持面向西部钢旱半钢旱地区 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 创新农业科技 韩刚市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新疆红枣试验示范站站长 记者见到韩老师时 他正在和团队成员们一起接收新仪器 并进行检测 再过两天 他们就要踏上前往新疆的列车 这是一台小型气象站 最近正是红枣坐过期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到田间地头 再对这个进行观测 然后指导农民 做一些相应的措施 技术测试 说起西农大的专家 在新疆推广红枣种植的故事 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大家并不陌生的名字 西越鲜 作为原产自陕西的红枣优秀品种 他由红枣推广团队专家王长柱 历经18年选狱而成 最难得的是他耐吉博 非常适宜在戈壁滩沙漠里栽培种植 2016年10月陕西北市丝绸之路 品牌万里型车队来到新疆若羌 让队员们出乎意料的是 当地出名的若羌红枣 却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有着紧密的联系 在科技这方面 今年我们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进行了进一步的合作 在我们的种植方面 还有我们的红枣生加工方面 就是把我们的红枣 全部和客户推销过去 若羌红枣只是新疆红枣 众多品种之一 而新疆红枣的产量 占我国大枣总产量的三分之一 为了让枣农们 尽快种上高产高效的新品种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新疆红枣推广团队 在新疆昌吉 建立起红枣综合试验站 组建了红枣推广团队 开展七月先大枣的新品种试种 我们开始可能也有五六十个品种 最后通过几年 三十年比较后 就等我们这个七月线 从综合形状来说 在那边表现比较好的 所以我们就开始 选择在那边 开始选择进行推广 推广团队又陆续在阿克苏 和田 喀什 巴州等区域 建立了品种示范园 成员们奔波在各大红枣产区 从土壤选择 施肥 病虫防治 到果实采收 加工技术 都是亲力亲为 目前七月先在新疆种植面积 超过三万亩 现已成为新疆北疆先食藻的主栽品种 南疆至干燥的首推品种 结合陕西及西北区域农业主导产业发展需要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先后在国内15个省区 以及哈萨克斯坦 及阿尔吉斯斯坦等国家 建立了粮油 果树 蔬菜等26个农业事业示范站 和45个农业科技示范基地 初步形成了以陕西为中心 立足西北面向汉区 服务全国 辐射一带一路的农业科技示范推广网络 目前先后引进与推广新品种 新技术1300多项 新增社会经济效益500多亿元 农业技术尽存入户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我们学校开展了大学推广模式的探索 那么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我们也积极的响应 我们在沿路也设置了很多的农业科技推广的基地 主要是在这些地方 一个是农业科技的示范和推广 再一个就是有关三农人才的培养 通过这些举措来服务于国家的战略 服务于当地的经济的发展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驼灵生生 为中亚送去了中国野铁绝景等先进技术和农耕机具 如今一带一路倡议更是翻开了 中国农业技术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新篇章 最近陕西洋陵农业示范区迎来了一批外国学员 他们究竟来到陕西洋陵想学什么呢 这些国际班的学员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 尤其是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主 除了学生这个身份外 其实他们还是各自所在国家的农业官员 农场主甚至是大学老师 冒着高温库鼠 他们来到陕西洋陵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就是为了掌握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 了解最新的农业科研成果 我们在所在的这个大棚里面 主要是我们的一个新苹果的感思源 种的是咱们杨陵自己研发的苹果 苹果有240多个 在各个园区我们主要是把它的优势来 再给它感思出来 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苹果 接着目前 杨陵示范区面向汉区 发展农业科技示范推广基地293个 累计开展农业科技培训超过38万人次 近2016年 示范推广总面积达到6590万亩 推广效益176亿元 同时杨陵示范区还承担园外培训任务 从2005年开始 陆续有1600多位来自世界各国的农业官员和技术人员 在杨陵示范区培训交流农业领域知识技术 通过杨陵现代农业技术推广的网络 延伸到世界各地 目前杨陵已同60多个国家和地区 建立了农业科技与产业合作关系 杨陵示范区的国际朋友圈正在进一步扩大 一带一路这个倡议提出以后 示范区对示范区的企业大学 包括人才走出去 和引进来方面也提出了很多的 这种优惠和知识的政策 比如我们每一年有这个设立 1500万的思路专项资金 专门支持我们的示范区 有意向走出去建设企业 建设园区的这样的企业呢 给他们一定的支持和辅助 在人才方面呢 我们现在在建设这个思路 沿线的这个专家智库 和这个合作的项目库 一共我们的合作单位和我们的企业 以及我们的相关的这种科研人员呢 互相来交流 杨宁呢作为新中国第一个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吸引了不少的企业前来投资建厂 一些企业不仅建成了产业园区 甚至成为了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他们依托的就是杨宁示范区的科教优势 在杨宁示范区现代肉牛产业园 眼前这个后背被汗水浸透的小伙 就是杨宁牛仔孙亮亮 他每天巡视产业园里的20个牛棚 开着敞篷饲料车给厂里运饲料 还偶尔对着牛群聊聊天 也是他工作的乐趣 十几年都是跟牛打交道的他 为了更好的学习牛肉养殖技术 还专门前往日本研修 以前我们听说日本神户牛 是边听音乐边享受按摩 如今在杨宁示范区 这里养殖的肉牛 也享受到五星级的待遇 我们这边是属于 那个情宝五星级牛社 看到那个黄色的那个部分 是按摩刷 一个就是可以促进 那个表皮那个血液循环 减少皮肤病的发生 另外还有一个作用 就是可以促进它那个 背部的那个脂肪 有效的成绩就是那个血花 风部比较均荣 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听到的这个音乐 是我们给牛准备的音乐 这个是班德瑞的那个名曲 从孙亮亮如鼠家珍的介绍中 我们也了解到 杨陵示范区现代肉牛产业园 目前存篮八千多头牛 年出篮四千头 年产值约八千万元 在杨陵示范区招商引资的 优惠政策下 企业经过十二年的发展 成为了农业产业化 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 并带动了周边区域的 肉牛产业发展 这边那个就是 没有脚的这些牛 挂红二排的这些牛 是咱那个从澳大利亚 引进的那个种牛 种母牛产的那个后代 这种牛的话 每头牛 每头牛的价值 大概在五十多万到一百多万 不等 好牛种才能有好牛肉 在杨陵现代肉牛产业园 这里拥有优良的种植资源 和先进的配胎技术 也依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 优势专业 进行两种肉牛的育种 繁育和养殖工作 本身杨陵的这个 现代农业产业园呢 它也是国家的 农业的一个 科技的一个高地 它背后的支撑力量呢 来自于整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像我们整个中高端肉牛的 这个发展呢 也得益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全方位的一个技术的支撑和指导 这个呢 对企业的发展呢 有非常强势的这个支撑力 四年前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访问哈萨克斯坦时 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和习近平主席 相互介绍了自己的家乡 盛产苹果 随后在两国政府的推动下 分别在两国元首的家乡 陕西省和阿拉木屠州建设了 中哈苹果友谊员 一个小小的苹果 见证了中哈两国之间的特殊友谊 眼下在陕西阳陵 中哈苹果友谊员的苹果 也即将成熟了 这里是阳陵示范区 530亩中哈苹果友谊员 正午的太阳炙烤着大地 在接近40摄氏度的高温下 一个个忙碌的身影 正穿梭在果园中 再过半个多月 这里就能喜货大丰收 我们最近的工作就是 枣熟品种的去袋 去了之后呢 它就会进行了二次膨大 别看现在 看着刚去完这个外袋很小 就几天之后 它就就迅速 这个果子就变大了 我们看到现在是白色的 然后到时候就成红色的了 然后这个果子就可以销售了 杨陵汇城果业 是高酸苹果园艺技术示范员 也是陕西建立的 9个中哈苹果友谊员之一 2016年 产量达到660多吨 2017年 预计产量突破700吨 更为重要的是 他们还要把先进的 苹果种植技术 输送到中亚地区 2014年11月 公司与哈萨克斯坦 代表团签订协议 在哈萨克斯坦 建立150亩苹果示范园区 并提供富士品种的 栽培模式和新技术 我们现在采用这个 就矮化密质栽培这个模式 我们这种栽培模式 它就是采用的 稀长仿锤型树形 然后管理起来非常简单 而且省人工 国品质量也比较好 经过三年的种植 目前位于哈萨克斯坦 150亩的中哈苹果有益园 即将进入采摘季 按照每亩150斤计算 首次产量预计可达22.5万斤 也就是110吨左右 在陕西 随着中哈苹果有益园的发展 张总说 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在 产量和技术上的突破 更是要让自己主打的 高酸苹果卖出好销量 目前天猫淘宝上 都有汇成果业的网络销售页面 线上的销量额 已经占到苹果园总体的三分之二 同时 他们在苹果深加工的产业上 也越做越大 比如制作成苹果醋 更为重要的是 苹果产业还能带动 更多周边湿地农民 华丽转型 通过科技培训 扶持广大国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 今天的思路时空连线 陕西自贸区杨陵片区成立之后 成为全国唯一一个 以农业发展为主要特色的 自贸实验区 那么杨陵示范区 在国内农业科技领域的地位如何 相关问题 我们来连线中国农业科学院 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研究员李先德 主持人好 杨陵应该在中国具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尤其是在农业科技方面 通过二十多年的发展 杨陵在这个技术 人才方面都引领全国 我想的话呢 一个是我们要有这个比较优惠的政策 把这些人才 把这个形成的一些技术优势 很好的利用起来 怎么样激化他们的创新力 第二个方面的话呢 就是我认为应该有一些 更创新的方式 比如说通过互联网加 把这些技术运用到农户 运用到生产 今年三月 杨陵自贸片区发起成立了 由中美15所大学签约组成 中美大学农业推广联盟 不久前 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发起 16所中俄农业大学和科研机构 组成中俄农业教育科技创新联盟 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成立 那么杨陵应该如何积极参与 和推动农业领域国际交流合作 通过人才培养技术推广 人文交流等方式 助力企业更好地走出去呢 杨陵在这个方面 很自觉地和世界的大学进行联合 然后呢 可以通过这样一些举措 把世界上的一些好的优秀的东西 来吸收过来 来推广到农业的时间中去 你比如说像美国 像以色列 还有其他一些国家 有很好的一些科技应用到生产中 所谓的精准农业 就是这样的话呢 是可以提高我们的资源的效率 可以更好地做环境友好性的农业 第二个的话呢 实际上啊就是我们现在提倡 这个绿色发展 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要用一些先进的一些技术 是吧 先进的手段来改造我们的一个传统的农业 实际上在这个方面呢 杨陵也是大有可为 也是能够做出他自己 这个很好的一些东西的 这样的话呢 我想不仅是为我们农业的 是吧 转变方式 这个可持续发展 做出贡献 也是能够这个农业 这个效率提高 征收 做出很大的贡献 还有一个呢 杨陵由于他 这个地理位置 处在中国的这个 东西南北的交汇点 而且呢 也是四处之路的一个重要的节点 实际上杨陵在这个方面 做出了各个一个努力 可以为中国实行这个 我们做的这些南南合作技术转移 包括我们在一带一路上的 对其他国家的一些 这个支持推动 还有呢 为我们农业的走出去 都可以做出他应有的 非常重要的贡献 好了观众朋友 我们这期的思路新视野 就到这里结束了 节目最后呢 让我们一起欣赏 丝绸之路上的美景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